当地时间12月13日,为纪念南京大屠杀81周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仪式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举行。 上午9时,纪念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。 众人默哀两分钟后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行划圈。 随后,社会各界代表轮流上前鞠躬致敬,悼念南京大屠杀和日本清华战争期间的死难者。 决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,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,中央政府驻港临络办公室副主任何靖,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蔡永中少将出席纪念仪式。 其他出席者包括司法机构代表,特区政府高级官员,立法会议员,行政会议成员,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员,退伍军人团体和学生代表等。 今年88岁的罗敬辉是员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战士,1943年入伍,亲历抗日战争,回想起当年的抗日场景,他至今历历在目。 他强调,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,希望后代能铭记历史,珍爱和平。 我到布地后,他几个人就在西充打进去,亲历和打,当时打仗,我们一个队长姓劳,这个班长,两个都牺牲了。 这个南京大屠杀,几十万,三十万同胞,和全国很多抗战,三千六百万人在抗战,弃牲了。 我们应该好好记住历史,不要忘记历史,特别后代,我们要夥备。 香港高磊中学中六学生阮景言称,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攻击仪式,心情既压抑又激动。 希望世界和平和谐,不再有战争发生。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,所以心里感觉是又压抑又有些激动。 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勿忘国词,希望和平。 现在的美好生活,我们不可以说是就这样享受的,因为他们是之前我们的那些英雄,他们通过流血为我们换来的。 所以当今世界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,生活,工作。 我们的计划是不可以说是有种参照的,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勇敢的。 但是在这里我们的家里已经找到了广场,广场里面做的,会议习。 谢谢大家